今天早晨我们要延续昨天的 非常美好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一起说你的信救了你 告诉你自己我的信会救了我 不是你的心灵的信 是你对耶稣的相信 一起说我的相信会救了我 我相信耶稣会救了我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很好敞开我们的心 我相信今天你能够好好领受的 你将会很大的蒙福 是你一生的祝福 一起说我一生就要蒙福 因为这是非常基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在今天我们的生命的道路 在我们走时教道路 在我们今天要在这个 短暂的人生里面 能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 能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 能不能够完成天赋在你有限的人日的托付 就在于我们的信 就在于我们的信 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在 服侍所有的需要的人 他总会讲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 像昨天我提到血肉病 女人 这是你12年的病 当耶稣医治他过后 耶稣不止让他就得医治 耶稣叫他回来 然后他就回来 耶稣说什么 你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他没有说 你做了什么救了你 而且他是不认识耶稣的人 他只是听说耶稣可以医治 他就这样相信了 他就这样的一倍 他就这样的去触摸耶稣的衣裳 就这样得到了 所以耶稣称赞他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要回来 我们的单纯的信心 才是神最许悦的 如果今天我们做什么都没有信心 我们不是没有信心 我们做人行事没有信心 我们很自我 没有依靠神 突破 就是代表没有信心 我们怀 活在忧虑 活在惧怕 活在我们的想法里面 不来信靠真神 就代表没有信心 一个不信的人 不能重生的什么 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不能重生的什么 所以今天神只是要求我们信 耶稣在两千年间已经做完一切了 他说成了 他已经战胜死亡 战胜疾病 战胜撒当魔鬼 战胜全世界所有人 可能会面临的所有的痛苦 耶稣背负我们痛苦 耶稣担当我们的用患背负我们痛苦 所以今天为什么耶稣只是要我们相信 相信他的话 相信他的应许 这就是我们需要一点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简单的信心 先从信开始 我们不过像一个宗教徒 我要做很多 我要行很多事情 我要很努力才可以得到主的赐福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单重单的基礼 今天我相信一件事情 一个信的人呢 他会经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 一起说我相信有更多恩典来到 你懂吗 恩典是因为你的信 如果今天是因为你努力得到 那个不是恩典的 那个是你的努力的收成 恩典是我相信 然后我照神的心意去回应他 我去顺服他 我就这样领受 Amen 好我们来今天要学会的 要怎么样的 让我们这个信呢 带出我们的生命的 真实的信 一起说我要有真实的信心 我们除了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我们必须要会 从我们的言语 到我们的思想 到我们的行动 都彰显信心 要讲 我们要从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思想 和我们的行动 彰显对主的信心 很多人只停留在 我信耶稣 但是他的口 没有信耶稣的口 讲的都是不信的 讲的都是世界人在讲的话 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可能讲跟世界人讲的话 我们没有讲出 神的信心的话 我们所做的 很多人可能做的事 没有在信心里面行动的 都是被勉强的 都是无奈的 都是不甘心乐意的 这就是没有信心的行动 所以一个真正 从心里面有信心的人 他的行动就不一样 血流病人他心里相信 所以他不怕任何人群这么多 这么多人拥挤 他不怕 他排除人的拥挤问题 他就冲进去 我一定要摸耶稣 一个绝对相信耶稣的人 是不受疫情影响 就算戴着口罩 我们都会开口敬拜 赞美神 阿们 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建立在 表面的 从你心里深处发出来的 就会排除所有的障碍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更加渴慕 能够实体聚会 我们就全部要回来 为什么 这个是神的心意 神的话说我们也不要停止聚会 我们不要停止团契 我们不要停止来敬拜他 回来神的殿 从旧约到新耶 神说要回来神的家 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受限制 除非当然你有生病在家里 不要出来 阿们 所以这是我们的信 我相信所以我排除所有的拦阻 我一定要来到神的殿 我相信说排除拦阻 我一定要跟神祷告 我排除一些拦阻忙碌的借口 我一定要好好的参加祷告费 小组的团契在线上的 我一定要好好的认真 来跟随这位神 因为我相信 祂是赐福我一生的神 所以再次提醒 请大家好好上门图课 那些不知道 可以过后问我们牧者同工 真的 请大家真的要认真 因为这是神呢 这位神呢 看重 就是你的信 带出的认真 你的信 带出的那种的尾声 你的信 带出的积极 他一定赐福你 亚伯拉罕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一个在拜偶像的光景的一个人 神向他说话 出来 圣经说他不知道去哪里 他就愿意出去了 这才是真信心 有行动的信心才是真信心 阿们 来一起说我的信心要真实的信心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说我要相信神的话 所有的信心的根基呢 绝对是来自主耶稣 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方法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的都不是出自于圣经的 你要小心 那个可能是异端 可能是极端 或者是 错误的教导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懂神的话 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造在 神的或也的真道 这个根基上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心里相信主耶稣 我们心里相信神的话 记得主耶稣 他说什么 我道成肉身 这个道就是我 神的道就是耶稣 神的话就是代表耶稣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不要只是信耶稣 你要信他的话 当你信神的话就是信耶稣 当你不信神的话 你就是不信耶稣 很简单的 所以今天你不要来明白神的话 你不要来读神的话 你不要来听更多神的话 代表你都不要耶稣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懒得听到 懒得读圣经 懒得来领受神的话 我们不想追求认识更多 代表我们也不追求耶稣 代表我们不喜欢耶稣 代表我们不喜欢神 因为神的话就是他 好我们来看信心的宣告 一起说我的口要宣告神的话 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 神说要有光 就有 神说要有水 神说要有空气 感谢主有空气 现在虽然戴着口罩 比较不舒服 但是至少还可以呼吸 对不对 感谢主 好所以真言是18章21节说什么一起来读 生死在舌头的 来动动你的舌头一下 用你的手 不要用手去动 嘴巴动动一下舌头 你看这个小的舌头怎样 很有能力一起说我的舌头很有能力 他说什么生死在舌头的权柄之下 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也就是你每一句话是最有能力 我们生里面呢 最小的那个嘴巴 最小的舌头 却是能够 发动 推动力在你身上 可以发出一个预言性的话语 可以发出神的真理 带出了喜乐 平安 在忧伤人当中你说 我们要喜乐 那个人听见 神的话语就带来力量 阿们 生死在此的存现 包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我上次讲过什么 有一个没有信耶稣的妈妈 他非常怀恨他的女婿 他有三个女婿 他都不喜欢 但是他的女儿勉强要嫁 所以这个妈妈呢 心里就很苦毒 怨恨 很生气 这三个女婿 夺了他的女儿这样 放不下 所以他每一天这样想 我很生气他 然后慢慢他就开始嘴巴讲 他就讲你 最好死 最好死 这些人最好死掉 最好创作死掉 最好死掉死掉死掉 我告诉你 真的 他的女婿就一个一个 死掉 真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神创造我们这个舌头 不是哪来讲 咒诅人的话 不是哪来讲 不造就人话 不是讲消极的话 不是随从世界 讲世界的话 往往这世界话来自撒旦母国 很多的话是 虚无的 或者是 叫做什么 叫做 怪妙的 神经说 怪妙的 没有正切根基的 只是人想出来的 只是人想要说的 想要听的 他就讲给你听 因为人都爱听 好听的话 真话 不要听 但是今天神的话是什么 爱心说 诚实 神的话是绝对诚实的 他不会包庇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使用这张口 如果今天你说我信耶稣 我这张口要被神好好用 造就自己造就别人 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 从你心里面 认定神的话 然后释放神的话 以出来 在这个罗马书 第10章9和10节一起读 他说你若口里认 宣认 一起说宣认 你看他口 宣认 宣告和 认定 你相信了 你讲出来了 耶稣基督为主 心里信 神从教他从十里之后 复活 救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成立口里 宣认 宣认就可以得救 明白吗 所以你看得救的 很简单 你心里相信 阿坤 心里相信吗 相信很好大声 他才讲个礼拜刚信主 口里承认 心相信谁知道我看不到 当然神知道 但是神要我们在人的当中 承认承认 所以我们的心跟口要 合一的 还一起说口对心 你心里相信耶稣医治 你就说感谢耶稣医治我 你心里相信我是可以付出的 感谢耶稣使我丰盛付出 但是如果你的心不信 你不信耶稣可以祝福你 不信耶稣可以钢强你 你心里不信 你说耶稣感谢你赐福我 不会有的 神经说 心相信口承认 所以你每一天要调整好你的信心 你懂吗 所以我一直讲如果没有信 我们的言语是不可能讲出一个信心的话语 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露出真面目 当有激难的时候我们要 哎哟怎么办呢 哎哟怎么办呢 但是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神话语 带给你的信心 有问题的时候你立刻会怎样 圣灵会让你想到神的话 我不要怕 因为神必救我 脱离不了人的网罗 因为我出我路 要保护我 从今时之到永远 看到吗 所以圣灵会帮助你 从你心里面 想到神的话 你就可以宣告神的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网络 直播祷告会 我们用神的话 当他们讲 昨天阿妹姐妹讲他的亲人 昏迷 昏迷 两三次昏迷 快要死亡了 但是我们就是相信 主耶稣若你要他存活 这个人是不会这样就离开世界 而且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我们怎样我们那天就在网络祷告 祷告祷告祷告过后昨天有讲 他就怎样 原本讲昏迷了三天后 触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简单的告诉神 耶稣你已经受了刑罚 他能够得医治 耶稣你就是拯救他的灵魂 到底的神 所以我们心里相信 我不知道当时候有多少人在网络 但是只有两个人至少两个人相信 这样的相信宣告神的医治 宣告神的应许 神必成就的 阿们 所以原来我们要这样的 使用我们这张口 是这么有power的 阿们 一起说我的口是有power的 阿们 感谢主 马可福音11章22和23节 更是提到我们的那个口的权柄 我们来看 当门徒们问耶稣话过后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幸福神 王我们只做23节 是错了 我们读圣经要看完整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是讲信主的人吗 不信的人都会 只要你 带着一个相信的心 在你里面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你挪 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山啊 这座山你要把它放在海里 可以吗 那天 你的家前面没有山 谁的家前面有山的 没有 没有都没有 因为我们都住在 比较城市的地方 我曾经看过那个吉隆坡 有个姐妹她的家 前面有很多的山 这些山可以被挪开吗 可以吗 可以啊 讲讲可以啊 自然是不可以 但是他说你心里相信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 耶稣要比喻是什么 耶稣在比喻要注意 他说你口所说的 这边还没有特意讲 你祷告 他说你说话罢了 还没有讲到你祷告必成的就必给他成 没有 他说你说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 刚才我在驾车就想到我 今年年头我的车 他的前面 那个修车人就说 你的Azobel坏了 我去了两家问了 他们都说坏了 但是因为疫情过后就来了 我就没有什么去处理车 所以呢 我就一直宣告什么 每次我驾车的时候 我说 奉耶稣宣告 车的Azobel好了 车的Azobel好了 没有事情了 我今天驾车的时候我真的 这几个月来我驾车啊 之前驾车 前面 现在完全没有声音了 Hallelujah 我不是祷告 我说主啊 宣告这个车 Azobel好了 车你是健康的 车你是没问题的 Hallelujah 一路上平安的你懂吗 这叫做 口的全病 这座山可以挪鱼 Amen 我的冰厨也是一样 我告诉你我冰厨 在 上个月 他的塑胶就不懂怎样 一直盖不紧 盖不紧 一盖他就松掉了 但是呢我又不懂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只有祷告 但是我每天宣告 冰厨乖乖啊 光业神明冰厨的塑胶 要黏回去 黏回去 黏回去啊 现在我告诉你 就这样连回去了 Hallelujah 亲爱的弟兄姊妹小小的事情 你的嘴巴说 好了 就好了 你家里种的芒果树什么树 你说 宣告你结果子 主耶稣曾经对五号果树 说的 对不对 不结果子 死了 过后这个死了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里面 原来神说什么 你心里相信的 你口里讲出来 当你讲出来 任何你生命的大山 都会被挪于 你可以对自己说的 就要像你身体有什么疾病 命令我的血压恢复健康 血压高的 弟兄姊妹 比起你所谓的一直在吃药 当然不是叫你不要吃药 如果今天你宣告到 你的信心超越药物 你可以不要吃药 就在于你的信 因为你信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真的 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 这个应许 这是我们这张口的权定 里面的信 当然你不要乱乱信 我信那个 阿虹讲的 所以我信 所以我讲 不是 你要回来 我信神的话 一起说我信神的话 好像我们使徒信经 我信 我的真神 我信圣灵 我信 OK 好一起说 神的话 绝对可以兑现 你拿任何支票去银行 怎样才会兑现 你签好名字 数目写对 名字写对 然后日期写对 然后不要乱乱各 对不对 才会兑现 神的话绝对兑现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55章 来一起读 我口所处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一起说 神是讲了就会做的神 所以为什么你越多明白神的话 你就越有信心 你才会宣告神的话出来的 所以你一开始信主你就要好好的 读神的话 为什么牧师要你们背诵今天 你今年还没有考 会一次过 一次过考50多个青年 OK 加油 每一天读一点 不要临时抱个脚 所以 包括 每一天一定要读圣经 没有理由借口不读 为什么 神的话是你的根基 这个信心的根基 神的话不突然返回 他不是说任何事情 他不说人 人会讲了不做的 他说神的话 OK 所以这边讲 切要成就我所喜业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这边讲 发他去成就 或做所命定的 必然亨通 谁你要你的人生 亨通顺利 就说 就是说 当你知道这是从神的应许要做的事 你去做 没有任何拦阻 像耶稣 耶稣知道神告诉他 我会把你脚掌走 他自己吃给你 我会让你得胜 所有加拿美帝的仇人 敌人 拦阻 所以 耶稣相信 他就遵行神的话 他就 作业思想神的话 他就宣告神的话 就这样的一直得地理业 直到得整个的家人美帝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原来神的话是要让你能够 活出命定 很多人只是信命书 活不出神的计划 活不出神的应许 活不出神给他一生的计划 他只是 某一方面 相信命书 但是他的人生 的前途他不相信 所以他自己做决定 生造自己做决定 工作自己做决定 然后他行事为人自己做决定 所以造成他人生没有在神 发他去成就的命定 很可惜 所以今天为什么 什么人可以走在神的命定 而且是亨通 亨通代表什么 撒到魔鬼拿你没办法的 最大敌人是他了 属灵界的恶者 他不会拦阻到你的 他不会失败的 像耶博 耶博是一个 愿意相信神的话的人 愿意的捉住神的 不放的人 所以就算他那天遭遇多么大的患难 死了所有的孩子 破产了 身体有病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神 他捉住神 最后 神 叫他反败 反过来 他成为历史真的人物 叫做 患难中得胜的耶博 得了更大祝福的一个人 像耶稣也是一样 神的旨意在耶稣身上是将来要做大事的 但是千被迈到埃及受苦 对耶稣来讲 会不会很辛苦 会不会怀疑 可能有 但是他选择相信 他选择活出这个命定 他选择相信到底 你看到吗 再次讲到 你的信救了 耶稣的信救了他 耶稣的信也救了他为什么 因为他所做的是信心的行动 他不以罪妥协 当坏的人诱惑他要犯淫乱 他拒绝 因为他 相信他的神 他不需要靠关系 可以被提升 他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争取 来得到神的赐福 他只是相信神 所以最终 这个人成为 产相 所以亲爱的弟弟 你的人生 要被提升 在每方面 绝对不是靠你有限的精力 有限的才干 有限的知识 有限的力量 你这些力量知识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先懂得依靠神 没有懂得神的话 以带给你的信心 我们跟世界人没有两面 在疫情当中 一样讲世界的话 一样讲消极的话 一样讲不好的话 可是你懂吗 在来临的圣诞节 我们 不管这世界的灵魂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爱心死亡 我们借着这次爱心礼拜 昨天阿妹姐妹宣告 要100份给100个家庭 我说 厌你的信 厌你所说的成就 牧师没有说乱讲话 我也是配合 因为我相信 神爱这些赐善的人 神爱这些贫穷的人 圣经说我们要顾念那个孤儿寡妇 所以我们刚才等一下会看一个影片 我们的社工在这个 建了这么大的一个老人宴 等下我们会看这个影片 所以弟兄妹真的 我们的人生 什么可以让我们有保障 可以让我们不怕任何困难 拦住继续前进 2021年可以继续前进 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相信神的话 我们就这样的被神打发出去了 去做该做的事 再来12节 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 一起说 相信神的话的人欢欢喜喜 看一个别的有没有喜乐 还是要睡觉的样子 要喜乐 为什么 因为神必平平安安的蒙引导 神的引导是平安的 神的带领是最好的 神的带领是有把握的 所以不要害怕 哎哟我等一下去接触人会怎样 我们去探访人会怎样 我们的观念 今天我们知道神若与你同在 你一根头发被掉下 神若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如果神允许一定有神的美意 对不对 神允许保罗在监牢有美意 因为保罗要带领前义主的人信耶稣 因为你是信靠神的 你不是个乱来的人 你不是个冲动的人 你不是个自我行事的人 你是照神人话语去行事的人 神一定与你统照 神一定让你成为他的见证人 不管你在任何岗位 你相信这个神 他说什么 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树木也拍掌 树会拍掌吗 圣炭树会拍掌 十大树一拍掌 神在形容什么 当你相信神的话 你不要怀疑神的话 你就这样的行在神的话 他说你走你就走 当上你做你就做 这样你不要做不要做 他说什么 大山小山啊 神所创造的这些自然界 都要为你欢喜快乐 也就是你很重要 哥迪会说你很重要 重要到大山小山 这些的树木 都要为你开口赞美敬拜神 就要告诉你 当我们的生命走在神的话 在神的信心里面呢 神是何等欢喜快乐 就要像今天我们看到 保罗他在监牢里面 他祷告他赞美 他祷告赞美 哇神很喜悦 喜悦到什么 监牢的门都为他打开了 为什么 神许 为什么神会打开肩膀 因为保罗在苦难当中 前身这么疼痛当中 从头到脚可能被伤害了 明天可能说要杀死你的 这种压力的光景 这种患难的光景 他仍然赞美敬拜 祷告感恩 这叫做真信心 这样在秘境中 还有这样的信心的行动 神多么感动 圣经说我们的信 讨他许悦 所以为什么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难道说耶稣我相信你 在我们人生的 最困难的时候你说 主我仍然相信你 我相信你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说的 因为神里的话说的 我是你的儿女 我先求你过你的义 我需要的你会加给我 你懂吗 在你人生里面小小的事 大大的事 神都非常关心你 神疼爱你疼爱你 连一只的蚂蚁 一只的蚊子 都不能够来叮你 真实的 所以我的家没有蚊子 真的很奇妙的 你的家有没有蚊子 谁的家没有蚊子的举手 不是因为你放蚊帐 我家没有蚊帐的人 为什么 因为神 顾念你 Amen 因为你的心 是怎么样 对他有单纯的信靠 所以第13节说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 繁石流 长出代替 祭梨 这样为耶和 我留名做永远的政绩不能减除 你说 我必得以丰盛 你所做的 就会结果子 你所说的 会来看到 神的作为成就 你会看到你所做的 有效力 有果效 能够 结果子 有影响力 这边讲的这些植物 会改变 芒果 本来没有结果 会结果 懂吗 你的属灵生命 会结果子 你会栽培起门徒 你会抢救更多灵魂 你会影响你儿 你子孙来跟随神 因为你的敬畏 你对神的单纯信心 你儿你子孙都会蒙福 千代的蒙福 圣经说 问题是你的信 信的对吗 信的正确吗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 要让我们的口 宣告出来 这宣告包括两个 一个叫做讲出来 一起说我要讲出神的允许 第二个叫做祷告 祷告也是代表讲出来 阿们 所以这两个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讲的另外一个 一起说 我要想神的话 当我们说我们 宣告神的话 以之前 是我们的思想有神的话 当我们说我们思想有神的话 因为你心里相信神的话 还一起说 我心里相信神的话 我思想想神的话 我的口讲出神的话 我就行出神的话 总要咒业思想 再讲一次 这四个点你把他记下来 这一生蒙福 再次 我心里相信神的话 我思想相信神的话 想神的话 我的口讲出神的话 我行出神的话 我是蒙福的人 勒灵主要改 台词了 OK 好 立法书 这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咒业思想 他一起说我咒业思想 不是有时候才想啊 20小时只要你还有 有清醒就想 好使你 紧守遵行 第一他说口要说 看到吗 一起说我的口要说神的话 我要咒业想神的话 好使你 紧守遵行 为什么我们行不出神的话 圣经说我们要传不应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不积极传福音 圣经说我们爱人 我们很难去爱人 圣经说我们饶恕 得罪我们很难饶恕 为什么 不是因为你有没有爱心问题 是因为你没有 心里面相信神的话 第二你没有想神的话 第三你没有宣告神的话 第四你也不去做了 耶稣 很难的日子 摩西 我的老师 我的师父 死了 我这个年轻的领袖 以色列人会听我吗 我没有经验 但是 耶稣亚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 他跟着这个摩西的一段时间 所以耶稣亚 很惧怕 神知道 跟你个别人说 神知道你的心 神知道你在想什么 在担心什么 在想什么 所以呢上帝就给他这句话 口里 讲神的话 昼夜想神的话 然后呢 你能够遵行我的话 你就哼通了 你就可以得胜仇敌了 耶利哥城一定可以打败的 多大的问题都可以得胜的 注意点 你这一生要得胜吗 你这生要得胜一些试探吗 你要得胜所有的考验吗 你要不要看到你的人生 走在神最美好的命定 不要白占土地 不要浪费时间 2020年可能疫情当中 很多人浪费很多时间 很多人因为没有得去做工在家里 可能一面做工一面偷懒的做工 很多学生可能在家里面也没有认真读书 我听一些妈妈说 我的孩子这边按住电脑开住 上课 这边在另外的玩game 骗老师他在上课 其实都没有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口没有宣告神的话 我们的思想没有被神话以更新 所以我们所做的没有合乎神的真理 当我们不合乎神的真理的时候 你发觉什么 我们好像不能够突破得胜 所以我们需要在从我们里面相信神的话 思想改变接受神的话 然后口里宣告神的话 然后会遵行神的话 记得这是一个完整 如果你只相信 我告诉你圣经雅各说 撒旦也相信 撒旦也借着神的话要骗耶稣 耶稣在旷野的时候 撒旦就说什么 耶稣你是神的儿子是吗 你就叫着从这个把这石头拌面包 你看 这个撒旦都会来用神的话 来骗耶稣 但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 所以耶稣很清楚神的话不会送天 阿们 所以这里面说神的话让你得胜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 圣经里面这个十个探子 就是让我们学习到 怎样的口的宣告 怎样的有信心的看见 和没有信心的看见 和没有信心的话语 带来的结果 弟兄觉得这是一个警惕 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十二个探子呢 当神 告诉 耶稣 告诉这个摩西 说你们一定要去鬼祷这地的时候呢 神就叫摩西卷选这些人 所以呢 今天弟兄有没有 神的吩咐来的 神要他们做什么 明书记十三章一到二节一起读 耶和华小义摩西说 你打发人去鬼探 我所赐给 以色列的迦南帝 你看是神叫他们去看 是神要他们去注意的 去观察的 然后呢 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 都要做首领的 你看啊 不是随便人可以去看 他选领袖 就像在教会 可能选主长 这样 所以教会的主长也蛮重要的 家中的领袖很重要的 神往往要领袖 家中领袖 教会的领袖 职场领袖 你很重要的 神要你去看 神要你先去经历 神要让你去明白 所以往往牧师讲到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 神要让我经历到我讲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对不对 如果我自己都不明白神的话我自己也藏不到神的话你的真实 我跟你们讲 没有用的 只是讲知识 所以我今天讲到我不喜欢讲知识 我想讲什么 我真的知道神是这样的神 我真知道神所说的是真实的 所以我跟你讲 在那天我跟异香讲的路 你就是这样跟神讲 你就是跟神说你的心里的话 他现在得胜了 得自由的 得喜乐了 阿们 谢谢主 你要录音来 播报就跟他录录见证 他有很好的见证 好 我们来看回来 所以是神叫他们去的而且是选的首领 生命经一章二十二道神节说什么 你们都就近我来 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 为我们毁弹那地 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 走地进河城 都毁报我们 这话我以为美 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注意听弟兄弟 摩西很顺服上帝的 摩西很顺服 然后呢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 要选人被打发去 而且他说什么 你们去看的当中 回来跟我们说要走哪一条路 要先进去哪一个城 因为江南美地有很多敌人 所以哪一个才是先要去接近的 哪一条路 就像今天我们不懂怎样去 某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找一个人派 灵树啊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地方 以后要去做营会 请你去看一下 要走哪条路比较快 要走highway吗 还是走旧的路 对不对 我们会这样做的 以前我们如果办营会都是这样 我们有一些牧者领袖先去看那个地方 OK 所以 摩西也是告诉他们 你们去 观察这些就好 让我们知道什么事 然后说什么 这或我以为美 就是什么 很重要 很好啊 你们既知道怎么去营会 我们过后去很顺利 很好啊 很美啊 很好吃 对不对 就选了这十二支派的 领树 好我们看看 为什么神要他们在这个时候去溃炭 为什么不是等多一些时候 为什么是不要之前呢 原来那时候是成熟的季节 葡萄成熟 而且什么神要让他们注意啊 这个很重要把他点出来 神要他的这些溃炭的首领 看那个地的肥美 一起说看肥美 不是看瘦瘦的 不是看不好的 是看美丽的 阿们 多人我们看东西总是看不好的 当你看到圣诞树你是看美丽的还是看不好的 哎呀不好啦你看那个布还很乱 哎呀那个灯不够啦 牧师灯不够 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的 我们会什么 挑骨头一张白纸 我们看到有一点点黑 我们没有说感谢神白很白 我们看有一点黑喔 我们人是挑剔 你是不是挑剔 当然有些人不挑剔也不好 为什么呢 水水变变 暗一暗脏也不好 所以 神要他们看美好的 为什么因为葡萄成熟 特别不一样 然后什么 叫他们 更有信心 弟兄姐妹 神要你去看 是让你更有信心 神要你去看神的话 让你有信心 神要你照神的话 去看能看似 让你有信心 当这个全球疫情当中 你看到是疫情问题 还是看到 耶稣快要来 我很感谢主耶稣要来了 耶稣我更加火热 哈雷雷 我更是预备好 这叫做有神话 你的信心的人 有神话 带出了眼光的人 如果今天在疫情当中 你说哎呀 疫情啊 没关系啦 随随便过日子啦 没有做工没关系啦 有的吃的喝就好了 一天过一天 啊 没关系啦 我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就这样的一个的光景 啊不要紧啦 不用来教会也不要紧啦 不用祷告也不要紧啦 反正这个全球疫情这么乱 我也很乱了 这叫做没有信心的人 这叫做没有神话也信心的人 叫做神 接着他口什么 他的口讲不造就的话 他会害死自己的 因为什么 你的信 救了你 如果你的不信也会救 也会害了你 以色列百姓 神要他们是看好的 有信心 为什么 他们将面临很多的争战呢 神说你们要得地为业 美好的地业 神要说你要得祝福 神说你要更丰盛 神说你要更成长 神说你会得到更美好的 但是 之前会有体积 神说将来我们有新天新地 将来我们有荣耀的奖赏 将来我们耶稣要再来 但是在这之前会有一些征战 撒到魔鬼的存在的征战 肉体的软弱的征战 所以今天我们的神 是要帮助你有信心的神 亚伯拉罕没有信心 当神说你会有儿子 他没有信心 神说你会很多的后代 他没有信心 神帮助他们 亚伯拉罕来跟我走 牵着亚伯拉罕 你看天上的信心这么多 这些就是你的孩子去看 他说你看地上的沙这么多 就是你的孩子你去看 所以神会帮助我们有信心 阿们 原来神是这么帮助我们有信心的神 所以神要他们去看好的 他们却没有看到好的 我们看一下 好 在这个鬼探40天 或是一天 好的是什么 牛奶银肉之地 就是丰盛之地 真实的我去过 以色列 以色列的所有的蔬菜水果 顶尖 他的土地啊 看起来干干的 可是是很肥沃的 所以以色列的农业是一级棒 他们的水果蔬菜是绝对顶尖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葡萄是多大的 你有看过吗 要两个人干 抬着 要两个人抬着的葡萄你看过吗 我还没看过 葡萄 一只手就拿起来了 但是 当时候的 成熟季节 以这个牛奶秘密之地 就是加拿美地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 他们的土地肥沃到怎么样 葡萄啊 这样当 是整个村子的啊 不是吃我们一个家庭的 你看到吗 神是给他们去看 哇 这么美的地 我要 这么美的地方我要去 这么好的生活我要去 这么好的天国我要去 这么好的心跟地狱我要住 你懂吗 神在帮助我们 难怪保罗说你要想天上的事 你看地上的事你会消极啊 你会害怕对不对 所以地狱回来 神的话 所以呢 那时候怎么样 他们抬着这个无花果 石榴啊 都非常的肥沃 所以呢他们 从那个地回来 有他们不错 跟摩西说 哇哇 这个lunai miti真的很棒的地哦 哇这个果子很好哦 但是发生什么事 看下来 12个人 最终 10个人 开始的乱了 因为他们没有看清楚 他们就开始说 没有信心的话 所以 你看 当神要你去看 要去看 要去经营 昨天有人说牧师为了法道 我要创业 如果在这里就说你要创业 你的工作 如果你看的都是让你没有信心的 在你没有信心里面 你不要做 真的 没有效益 所以这边说什么 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牛奶营利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葡萄这么大地 摩西也看见 大家也看见 大家就说 好高兴啊 然而 很好很好 神说过真的 将来怎样 很好很好 神的运行很好 但是 可以是 住那地的民强壮 本来很喜悦的 现在开始很承认 很难 那10个人就开始说了 很难 那个地人民很壮 他们的坚固 他们的车好大 然后有那个我们很怕的亚拿族人 还有什么亚玛利人 住在南地 赫人 耶布斯人 亚摩尼人 住在山地加南 住在海边 还有耶诞河边 他们看到这么多人 我应付不来 我们不能 下来 31到32节 说什么 来一起读 但那些和他同去人说 你看 所以不是一个 10个人都在说 10个人都在说 他说我们不能啊 请问神有说吗 神有没有说 你看到这么多的敌人 然后你们不能 神没有说 他们自己加盐加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夏娃 为什么会中极 因为他听了魔鬼的加盐加醋的话 神起没有说吗 你吃了会很聪明呢 就这样被骗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完整的应许 你不要只是听旧约 不要只听新约 前本圣经的话都要清楚明白 所以什么认真听到 认真被教导 认真的好好上门徒课 不清不楚的根基 风吹雨打来了 就倒了 就远离神了 就不信靠神了 就不爱神了 不要侍奉神了 关系有问题就放弃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可以 像以色列百姓去 然后他们怎样 他们还说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神有说吗 难道你们是靠体力去争呢 神已经告诉耶稣了 凡你们脚掌手帕之地 我给你 以色列百姓都听见你 对不对 但是现在看到 这些人很壮 我们比不上了 他们这么壮 还有什么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 鬼探之地 像一些人报恶性 说什么 还一起对 我们所鬼探经过之地 是 吞赐鸡鸣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人民 都身量高大 像格利亚这么高大吗 大家会看到格利亚这么高大 他没有看到他很大 他看到我的神比你更大 任何人我们在任何问题当中 你要看到你的耶稣比任何问题更有能力 Amen 什么能可以得胜一切的困难 就是你看到神的伟大 胜过所有的困难 你看到你的上帝站在你旁边 敌人要来伤害你 他帮你出头 像那天我们讲的前天 任何必须的车 好创大 你看他们那辆车翻到这样严重 他的车只是稍微前面受害 然后更奇妙的 这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创大 这样大的一个创力 两个人都没有任何多大的伤 任何完全没有伤 为什么 众天使人 你相信 我出我路 要死的我要保护我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存在心 然后口讲出来的 所以这些人就怎样 他说我们在那里看见雅拉族人就是伟人 你怎么讲别人很伟大 他们是伟人的后代 我们是什么 赞门 哎哟他还有钱我没有钱 哎哟他有才华我没有啦 他能够啦你看他讲话这样厉害我不能啊我左口笨蛇 神使用摩西哦左口笨蛇哦 神使用彼得我没有读过书 是因为他们单纯相信 阿们 跟你说相信就可以了 所以千万不要怎样 总结一个事情 这十个探子犯的错是什么 他们虽然知道地狠肥美 明狠强壮 诚意坚固 他们看见仇敌好像伟人 自己好像诈美 这句话讲什么一起读 长仇敌自弃 灭自己 我们也没有这样 当你觉得你不能 当你觉得小心 当你一直讲不好的 想不好的 退缩的时候 你就是好像这些 十个探子 当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面 当你没有尊神为大的时候 你的思想开始乱了 眼影开始乱了 行动也乱了 好我们最后来看 这两个的 这一个探子能为什么都这样 看下来 失去神话的信心的危险 平眼见 看错了 看不好的意念 就会 惧怕怀疑没有信心 所以小心你在看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 你看准 神的话 用神的话去看待一切 格林多佛书五章七节 因为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平 明白了吗 凭信心 凭信心来聚会 凭信心讲话 凭信心祷告 凭信心的吃饭 凭信心的做事 凭信心的侍奉神 凭信心的带祷告 今天师会第一次带祷告在这边 给他鼓励掌声 他应该有些紧张 大家紧张的时候 放点祷告 这是紧张的一个方式 紧张不懂要祷告什么 有没有 OK了 我要开他玩笑 好 带来说不信消极和不召集人的话 你看到吗 当你看错看错看错 嘴巴开始讲不好的话 所以还好昨晚当晚说 师傅你记得你是领导 领导告吗 我那天跟他讲 还有他们说 不是不要啊 他立刻说 嘿嘿嘿 OK 他用笑来回应我 总要有第1次 人生不要整天说我不会 不敢 我告诉你我很喜欢赵永俊牧师的这个名言 他的成功 因为他的信 真的 他的信救了他 没有 没有被癌 他是被病 他的信救了他成为 这个世代 他还活着 我看90岁的人 他的信 让他怎样 当神告诉他你去买钱 韩国首尔最贵的 建筑 最贵的建筑 当时候他的教会也没有这个钱 神跟他说你去买 因为我要做一些 神的事工的事 他勇敢的 他勇敢的 告诉他的长老名教会 谁在 谁在放屁 哈 好呗 把你的电话收起来 没收 好像屁声 对不起 网络的朋友对不起 你们不明白 在讲什么 好 第三个前辈 要讲话 打断我了 道永建牧师 他说我试试看 所以他这个的相信神 他就勇敢的说 勇敢的祷告 勇敢的支持神的祝福 最终 阿宏有跟我们去过韩国 是吗 他买了那栋最贵的 建筑 成为过后的宣教中心 Hallelujah 这是什么 你信啊 不是信你有多少钱 不是信你多少忍耐 是信这位神会供应 信这位神会加添 是这位神会给我力量 Amen 亲爱的年轻人我告诉你 你真的要把你的信 放在耶稣的真道上 因为他会让你在这个世代当中 信起发光 做有影响力的人 做有影响力的事 教会从以前到现在讲了很多 那个七座三 你们懂什么 虽然我们没很强调 这七座三就是影响力 在政治 在经济 在这个媒体 在这个的教育界 当然还有许多七个 七方面都有基督徒 起来 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 很多很多的职场 很多很多的这些重要的岗位 很多 神所使用的 提供在当中 Amen 所以 勇冠好好的 爱神 在神的真道上 上了 以后你要成为神所使用 Amen 在学业上影响人 在职场上影响人 在你的事业影响人 在你的家族影响人 做妈妈的 影响你的儿女 子子孙孙 这就是你该做的 影响肢体 影响年幼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组长领袖 影响你的主言 不要你自己很火热 他们都很冷淡的 你自己很会祷告 他们都不会祷告的 所以为什么我很积极的 我说 我所要栽培人 我会祷告 你要跟着我祷告 所有的必他们来领祷告会 因为什么 这是神给你身上的命定 好 我们来看下来 有信心的就不一样 一起说有信心就不一样 有信心的探子 其中一个加勒 他讲什么 明书记十三章三十节 当人民都在讲消极不信的话 抱怨的话的时候 加勒不害怕 他说什么 加勒在摩西面前 安抚百姓说 一起读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 你看到吗 有信心的人 可以的 我们一定可以得圣的 不要怕 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来临圣诞节 我们还是可以为主传福音 照旧人 不能够像去年一样在外面大行步道 没关系的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来传达神的爱 昨天我看到 有个教会 在全北京教会 很特别的 他们的圣诞 他们的圣诞是驾着车 所有人可以驾着车 信不信心 驾着车进到教会 然后他们会有樱幕给他们看 好像是20分钟 有那个话剧的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可能像人家那些看电影的 他们就近期驾车 他们要预约的 他们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 有分 分时间 晚上几点 七点到七点半的 七点半到百合要不紧的 不紧啊 看戏这样 他们借着方式要帮助更多不信主的人 也能够借着这圣诞佳节 来听 因为他们的会所 不能容纳这么多人 所以他们借着方式让人驾车 进去他的教会 不用驾车 不用隔离的问题 也不用戴着口罩问题 在驾车里面的没关系 他们就看着表演 看着这个的表演 然后听信息 这样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看到 大概是这样想象 你看到吗 这么有创意 对不对 所以神的儿女们 我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 不受拦着 如果我们相信的是这位神 阿们 所以你在你的学校 在职场 在网络 都可以为神做一些事情 都可以撒福音的种子 可以关心更多人 所以我们相信在2020年神打开天窗是真实的 更多人听到福音 更多人在网络听到 更多人接触到耶稣了 所以我告诉你 在这2020年 我很感恩 我有20多个新人在我的电话里面 我每一天都给他们一些信息 每一天都传达一些信息 他们开始有feedback 有feedback 阿们 以前可能都没有 他们看下来 来一起说很奇怪 很奇怪的 同样走同样的路 12个人 同样看同样的风景 同样看到葡萄这么大 同样看到这么多美好的牛奶鱼之地 但是呢 这个迦勒 他被称为伟人 他是伟人 他说什么 我们可以得胜 那些 十个探子说 我们是死定的 我们是诈门 他们是伟人 但是耶加勒说 我们才是伟人 我们能够得胜 他不看民的强壮 看那个坚固的这个诚意 单单仰望那位赐给我们应许的神 而且说我要担当仰望耶稣 你这一生 无论家庭的事 个人的事 工作的事 不是的事 人生挑战的事 我告诉你 选择仰望神 选择神的话 选择跟随神的心 你就能够像加勒一样说 我 主能得胜 哈雷雷 没有什么大山你不可以挪开了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将你打败了 所以你是幕后的精兵 我不再是一个退缩的基督徒 我不再是一个冷难的基督徒 我不再是给自己很多借口的基督徒 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 我就怎么做 下来 一起说我要满心相信神的应许 这句话很好 一起来宣告 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 我就怎么想 我就怎么说 我就怎么行 哈雷雷 再讲一次 神怎么说 我就 怎么样的信 我就要怎样的想 我就要怎么的说 我就要怎么行 把它记下来 成为你一生的行事为人法则 你一定蒙福的 你一定得胜的 你能够在幕后做一个得胜者背体缘分 得胜者不是糊里糊涂的 得胜者是什么 我相信神的话 我明白神的话 我去行神的话 我说神的话 我知己神的话 我行在神的话 在人际关系 我想神的话 我可以得胜在关系 我做事 我用神的话原则去做 我相信神 我在服事 我相信神 我照神的心意来服事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精兵 下来 当这个加勒耶稣亚他们相信和宣告和行动当中 我们看到什么 来一起说 信的人就要得最终的祝福 我们要不要最终得福 来一起说我要最终得祝福 如果你短暂祝福不够的 神要我们永恒永恒永恒 从今时直到永远 耶稣说世上百倍将来得到奖赏 所以这个加勒耶稣亚他们有什么福分 明书记十四章三十八节说 其中我有嫩的儿子耶稣亚和 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看到吗 神祭杀十个报恶性的探子 保守了加勒和耶稣亚两个人 使他们得以存活 你给我跳到一个了 请你看上面 明书记十三章三十六和三十七节 摩西所打发鬼弹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恶性的 叫全会种下摩西法院人 他们不只讲消极的话 贬低自己的话 高抬敌人的话 他们还埋怨摩西 埋怨领袖 埋怨 当时候带领他们的摩西 抱怨他 而且什么 圣经有提到好像要拿石头丢 丢死这些摩西的加勒耶稣 所以这些报恶性的人 最后什么 得了新冠肺炎 瘟疫其中一种新冠肺炎 死在神的面前 告诉你本来神说什么 哈喽孩子们你们去看这个地多么美啊 要给你们的 去看这个家很美要给你的 去看这个事奉很好的要你去事奉 去看这个宣教很好的去做 去看这个生意要给你很好的去做 但是因为不是 讲不好的话 想不好的话 错误的行动 错误的态度 还抱怨还埋怨摩西 埋怨摩西 讲消极的话 最后 不必要的死 不必要的疾病 现在全球的疫情就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人心不相信 人心错误 所以神允许这个瘟疫像当时候这样 这个瘟疫还在 所以死了 神要他们死吗 神说我们要你去加那美地享清福 我们要你去那边得丰盛之地 怎么你们是不信不信 讲不好的话 抱怨的话 抱怨人 抱怨领袖 抱怨国家 抱怨政府 抱怨事情 抱怨环境 抱怨新外疫情 最后呢 死 神 绝对不要不信 不信的根源造成这些后果 神经说不信的就被定住 不信的得不得 阿们 来一起说我要坚定相信我的神 回来 耶稣亚他们被保守存活 最终得了加南美地 十四章的十到一节应许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 四十一年 看到吗 所以加了八十五岁的时候还是强壮 无论征战出入力量 那时候现在如何 来一起说 相信的人长寿健康 亲爱的年长弟兄姐妹 你要长寿健康吗 不是靠你很会吃什么 坦白讲 不是靠你有限的智慧去做该做的事 而是 同样你需要的什么 相信神道 很多人 忧虑 恐惧 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病痛 就这样所谓的 不必要的时间 离开这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什么 神不仅当年保守了加勒和耶稣的性命 后来四十年在旷野路上 以及进入迦南地为业后 神依然保守他们 使他们一直存活到得地为业 看到吗 你这一生的命定 你要渴望能经理 神啊我的人生 我不要白占土地 你已经计划的我要走进去 在新的2020年之前你有这样的渴望吗 神啊2021年 我不要再浪费什么时间 神你让我做你要我做的事 神你让我经历你要我经历的一切 神啊我要走在你最美好的命定里面 因为我才不会浪费时间 因为最终我们要交账 最终我们要承接神所托付的一切 神让你完成2020年一切 今年可能有失落的 好从现在开始 重新 你的失落你的没有顺服 你的不愿意委身是因为不幸 处理好你的信心就不一样 处理好你的信心 你能够恢复人际关系 处理好你的信心 你能够委身在神的国度 处理好你的信心就正确做工读书 处理好你的信心在神里面 你就能够刚强得胜 阿们 这边讲到什么 满足日子满足才接他们走 谁要将的人生举手 日子满足 神命定的时间 我告诉你从旧月你看到 神会告诉摩西 摩西120岁了够了 回家 神告诉伊利亚伊利亚我要接你走了 说伊利亚可以有传承给伊利沙 他们不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要死就死了 不会的 神告诉耶稣 耶稣时候到了 神告诉雅各时候到了 神告诉亚伯拉罕时候到了 哇 多么好的 对不对 当然今天如果神跟你说 阿南 几时你就要回家了 你会怎样 哎哟 不要啦不要啦 可是在旧月的人 上帝说 摩西120岁够了啦 够完了走 还有什么伊利亚更棒对不对 神告诉他回家了 哇那个 火马车来接他 伊利亚更特别 没有经过死亡的 突然间 不见了 好神奇 我觉得就业的人真的是神彰显了他的大能 对 我们看到新业的保佬 保佬这些难 他要死了 他要殉道了 这次 不会重新复活了 之前人家打石头丢他他还会复活 就是上帝说 到了时候到了 所以他说什么 主在他旁边加哈利亚 而且他讲什么 到了焦殿的日子 他还没有使劲 他说我要死了 他说我的焦殿日子要到了 所以他告诉基督徒告诉这些门徒说 我当打的仗打完了 当跑路跑进了 当守到守度了还可以讲语言 哇多么好对不对 还可以造就人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临座之前 还可以告诉大家亲爱弟兄姐妹 我快要走了 请你们要怎样 多么好对不对 但是往往我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一幕 每次他们打电话 牧师啊 什么事 上更半夜 某某人已经过失了 关键有人打电话 牧师啊 那个人在房间里面被发现死了 没有人知道的 他也不知道的 然后没有预备 然后可能远离神的家 也没有在教会的 没有成长的那些 我在想主啊 难道你要我们这样过世吗 很丢脸 对吗 基督徒如果我们的过世是很悲惨的 这个不是神 日子没有满足 那个是人的错 人的败坏 人的问题 很多人的临终那一天不是很美丽 很多灵中没有留下好的 没有流放百事 些愚臭万年 为什么 因为不行 不信真神 不信神的话 不信没有委身神的话 只是表面做基督徒 可以信的才信 不相信的就不信 想做的才做 不想做 我们不能够妥协 弟兄姐妹 整本圣经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 选择相信 然后行在真道 所以为什么加勒耶稣 他们不妥协 他们看到美好的 他们相信神说 我们族能得地为人 他们就相信到底 所以他们日子满足才回家的 他们完成神的命定才回家的 他们成就了神美好的事情才回家的 这叫做蒙福的人生 你要这样的人生吗 我时常跟神说 神啊 让我完成你在脱付我这今世的一切 就回家了 我很开心 我说神快点回 为什么 我渴望神的荣耀 我渴望将来的一切 我说神只要你认为我做完工了 回家 但是很多人都很怕 有什么好怕呢 圣经说 那个比我们更荣耀 没有新冠肺炎 不用做工 不用有挑战 对不对 当然不是要逃避这些回家 而是什么 像保罗一样 当打的仗我打完了 守到守住了 当守得到守住了 当跑路跑进了 神啊时候到了 日子满足了 Hallelujah 你跟神祷告这个 神啊让我日子满足回家 敢讲吗 神啊让我日子满足回家 千万不要因为我自己的日子 因为我没有照顾身体健康 因为我弄乱吃东西 因为我没有信心在基督里 因为我没有爱神 我随意的驾车 弄乱驾车 造成不必要的意外死亡 哇那个很可悲 对不对 所以神啊每一天早晨 我需要你 我相信你 我依靠你 带领我今天 带领我今天的工作 带领我的服事 带领我今天一切 主要宣告你的祝福 宣告你的应许 我告诉你每天早上 牧师都会这样祷告 我会用主祷文整个祷告 很简单的 我说天父感谢你 把我自己 把我的家人 把我的家人 属灵家人 把这本国的国外的 加大生教会的 全部教会的 OK现在主要宣告 主啊我们都能够 以你更亲近 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 那个没有认识你的都要回转来归向你 以你亲近 我宣告所有认识你的人更加遵你为我们的阿爸父 所以宣告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要遵你的名为圣 所以主啊我们宣告每一个我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 所有人都能够来遵从你 认识你高举你传扬你 主啊感谢你 让我们知道你的国必降下 谢谢你的医治领导 谢谢你的自由领导 谢谢你的平安领导 谢谢你的公益领导 谢谢你的富足领导 主啊感谢你 你的执意必成就 感谢你成就你的执意在我们生命 成就在我们的家庭 成就在我们的事业 成就在你的教会 成就在我们国家 成为在万国万民 主啊感谢你 我们日用饮食赐给我们 主啊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 照你荣耀丰盛 在耶稣基督 叫我们所需要的充充足足 将你各样会赐给我们 说我们凡是富足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感谢你让我们凡是新生身体强壮 这种灵魂新生一样 主啊免我们的在 我们免得人的在 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得胜关系的试探 说我们穿上耶稣基督全副金装 带上旧的同归 带子书 那些新的能牌 穿上福音现在走路 那些新的宝剑 让今天我们得胜关系的试探 彼此相爱 彼此造就 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 主啊让我们今天靠着刚好保险 得胜试探也离凶恶 感谢耶稣让我们今天得胜有余 践踏舌得不屑子 恶者不能够拦住我们 感谢耶稣的保险遮盖我们 感谢我们让我们今天得胜有余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荣耀你 感谢圣灵充满带领 感谢圣灵给我们聪明智慧 给我们属灵的话 给我们想起神的话 感谢圣灵带领我们 进入神美好的旨意 感谢圣灵让我们被你使用被你恩膏 我的口成为你的出口的思想 有的话语思想 主要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告诉你 我每天这样宣告啊 真的 我记得每一天好像是新的一天 每一天很喜乐 每一天很积极的 不会说今天就怎样 不会的 我每天都宣告真的 我不是 以事或而 每一次我宣告的时候我从我心里面 我神我相信你的应许 耶稣你说的要主导人这样反告 不是像我们平时这样宣告吧 神的话 把这个记下来 相信神的话 想神的话 宣告祷告神的话 行出神的话 你看啊 刚才我带领大家这样宣告的祷告 我没有用自己的话 全部都是神的应许 所以所有的 弟兄姐妹 带领祷告的 所有领袖们 我告诉你 你要常常 宣告神的话 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记下来拿来宣告 你用自己的话能够讲多少 你用这句话能够讲多少 当我有神的话 我的方言祷告也不用 但我一方言祷告 圣灵会启发我神的话 我就可以为人祷告 用神的话 明白吗 所以神的话是绝对很有能力的 看下来 你的信救了你当中呢 你的不信也会害你 当一个人不信 当以色列的十个探子不信 很可悲 他们去死 神说你们要永远想清楚 你们要得地伟业 有哪一迷之地 但是他们只因为不信 抱怨 就这样死在旷野 这个不是神要的 所以很多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信 我们不再持续保守 对神的真道的信 对神的伟生的信 没有正确的看见 我们看错了 信错 看错 想错 说错 就行错 再讲一次 一个人信错 他信错了 他错误理解圣经 很多的异端邪教 很可怜啊 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爱神爱人 但是信错 如果今天你在线上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没有相信真神耶稣的 我要告诉你 你信错 你看错 你看错 你看错你的人生 你想错了 你说错了 你就会做错了 想想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以前没有认真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正去造神的话去看待人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多措施 我们是很多的不对 所以从前开始你要正确的是吗 你要相信神的 怎么信 圣经说 听到 听到才会有信心 神的话 带给你信心 所以你 一定要认真 对神的话 好好听 注重听 好注重你个人灵修 祷告 为什么每天牧师这么忙还要写这么多 这个灵修给你们 我最近还要翻译那个祷告的 禁食祷告的 我还要 赶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大家有神的话 为什么还要录音 自己看就好 录音 因为很多人读不懂 我就录音给他听 你懂吗 那天有个姐妹说 牧师啊 你给我们这么多 我们都不能 我就跟他解释 我给你这么多 不是全部给你的 对不起 我们煮这么多菜 这么多食物 是给很多人吃的 我就跟他说 你会看着 你看着就好了 你不用听 你选择那个 你会看的就好 所以弟兄弟 我们为什么会嫌多 我们会嫌神的话多吗 如果嫌神的话这么多 神不用给我们就业到新约66本书 神知道我们人很容易 迷失 很容易忘记 很容易不信 所以他想办法用40多个作者 用1500年 写了这么多神的话 为什么他用我们重复 从新约读到新约 就业读到新约 这样一直重复 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 很容易错误的信仰 很容易错误的相信 你要知道我 所有的异端邪教 比我们更勤劳 每一次我放YouTube的歌 我告诉你 一打开YouTube的歌 很多那个 全能神的歌 很多那个全能神 东方闪店 他们放的那些影片 多么colorful 多么有色彩 那些歌看起来这么美 因为 如果今天亲爱的弟兄弟们 我们没有相信神的话 我们信得不清不楚 我告诉你 我们很多基督徒 就被这些诱惑掉了 骗掉了 因为很多不信耶稣的人 比我们更有爱心 比我们更勤劳做这些 属灵的事情 基督徒呢 我们只是 坐享其成 我们没有想到 神要为你做一些事 让更多人明白真理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 我们不要再看错 听错 说错 行错 所以非常重要的 一起说我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站起来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我们要祷告神的话 我们要行出神的话 阿们 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 焦点 在这疫情当中 问我们自己 还在新的一年 你在信什么 你想什么 你要说什么 你要做什么 如果今天你没有神的话 你没有真正信靠这位神 我们无法行错 最后 史丁传第一代的教会 感谢主 他们信了耶稣 但是当耶稣被捉的时候 他们全部软弱跌倒 但是圣灵降临过后 他们活出神的祸以 他们把福音传遍整个耶路撒冷 甚至不害怕被逼迫 原因是什么 一起说圣灵的火 一起说我需要圣灵的火 使我活出神的祸以 自己的信心 原来 我们也会跟 门徒们一样勇热 但是很感恩 圣灵来 圣灵的火已经降下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妹 2021年 我们的一言信的话语 重点就是 圣灵的火 来的灵火 好不好你做诗歌来感谢神 我们宣告 圣灵呢 我们一起敬拜祷告 让周诗歌成文回应神 那今天早晨我们会认在哪里 让我们心里面知道神啊 我们就是要相信 圣灵帮助我们这一生 就是要相信 要说信心的话 要想神的话 要行在神的身上 圣灵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 不靠我们力力 谢谢你一起来唱 宣告 我们呼求你 圣灵在这里 圣灵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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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护修祢 我们护修祢 祥愿在这里 圣洁里活 一起来护修祢 我们护修祢 祥愿在这里 去赌百天 为神旦白灵 我们期待的等待 我们乱临 满足了 满期盼 满期盼的等待 佳山里的火 佳山 生理的火 佳山 天爱 爱你的恶心 出去骄傲和指引 不停充满骄傲 生理的火 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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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爱 佳山 祷告的恶心 佳山 生理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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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旨意 不停充满 交往生意的火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充满每个人 让他们的信心在你里面 他们可挂出信心的火 让他们的信心 他们思想有信心 天安大道的恶心 吃下勇气和能力 吃饱你 他能通胀 在宣告分别为生 分别为生 尽满你 我们期盼的灯台 爱和能力 满出来 我们期盼的灯台 我们期盼的灯台 先开始你就是有信心的人 不免充满 圣灵火充满弟兄姐妹 充满每个朋友 让我们里面恢复 对神的信心 单纯的信心 你的信救了你 咱们像加勒耶稣的信心 天安大道的恶心 是我们日子满足 是我们主想承受 是我们有蒙福的一生 阿宝基建的收益大家来答应 天父我们宣告今天你的话语绝对不是出来的 今天在场听了你的话语的弟兄姐妹们 在线上听了这个话语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你是有福的 我宣告让每个人 从今天开始都是能够认真对神的话 认真的相信神的话 明白神的话 我宣告每个人因为这个信心的话 带出信心的思想 有神坏的思想在你里面 有神坏的信心的话语在你的口里面 接着祷告接着沟通接着释放出来 我宣告每个人有信心带出的行动 像加勒耶稣一样 他们勇敢前进 85岁继续的前进得对为业 主啊这是有信心的人 我宣告每个的确人会相信的 都要得着这丰盛 得着主想常众蒙福的生命 得享日子满足的生命 得享在世上 能够百倍的祝福的生命 算是所有工作的神必提神 读书的神必见证 在你生命有美好的见证 神在你家庭关系上突破 在一个人际关系上突破 在各样的服事弟兄妹 宣告每一个领袖们更加的敬身 更有信心的领袖 每一个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 更有信心的侍奉 更有信心在来临的圣诞节当中 做神可以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宣告我们的信心 带出的爱心礼拜行动 就要带领更多人归向耶稣 谢谢耶稣 每一天我们就这样相信你 愿你吃不住心里面 凡是心身身体强壮 就能灵魂心身一样 我们相信 我们感谢主 好不好自己开口 说耶稣我相信你的话 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赞美你 我今天所听的我都相信 我要行出信心的话 我要行出信心的 我感谢耶稣 我感谢耶稣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起说 阿们 把荣耀给给神 优优独播放